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大半夜的跟衣间里是近的可怕 熊二为了壮胆就讲起了关于话鬼的恐怖传说 结果被熊大给制止了 让熊二不要乌鸦嘴 画面一转 熊大这边的摄像头已经是快要安装好了 忽然就听到熊二那边发出了一声惨叫 他赶紧就跑过去查看 结果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熊二血肉模糊的倒在了地上 嘴里还插着一个啤酒瓶 熊大吓得惊慌失措的往外跑 不料一个戴着海军军官帽的人影追上了他 伴随着熊大的惨叫 故事正式开始 小杨是一名华裔女高中生 大家也知道 华人在美国一直是学霸的代名词 小杨也不例外 他学习好 人长得漂亮 还是学校啦啦队的队长 校园广播的主播 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而他也信心满满 立志要保送哈佛大学 成为本校建校以来的第一个哈佛大学生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小杨居然被勒令礼拜六到学校关紧闭 站在门口的小杨是羞红了脸 沿着墙角 脚心意义的走着 生怕被别人给看见 是啊 学校公认的优等生居然被关紧闭 真是天下奇闻啊 随后到了紧闭时 小杨悄悄的找了个座位坐下 但还是被旁边几个同样受到处分的学渣给发现了 他们走过来问小杨为什么被关紧闭 言辞中多有挑衅 小杨想要反击 但因为心虚只好默不作声 这时副校长光头书走了进来 还没怎么着就先骂大家是败类是渣子 然后就没收了他们的手机 还让他们清理地上的口香堂 清理不完就不能离开 可等光头书刚走开 大家就扔下了手中的工具围在一起聊了起来 话题就是最近失踪的熊大和熊二 小黑哥神神秘秘的说道 他怀疑这两人是被话鬼给杀掉了 传说几年前 这所学校的教导主任花婶非常的严厉 很多坏学生对她是又怕又恨 这天几个学生决定捉弄捉弄她 结果导致花婶心脏病突发挂掉了 几个学生被吓坏了 从学校剧团更衣室的柜子里拿出了一套海军军官的服装将她裹住 然后藏在了校内的夹墙里 从那以后 花婶的鬼魂就在学校里游荡 专门杀害坏学生来报仇 大家称之为话鬼 听了这个故事 大家都哈哈的大笑了起来 根本就没当回事 接着小帅说 咱们还是赶紧干活吧 干完活就能解除紧闭 也不用被处分 但强壮妹和卷毛哥感觉无聊 就想着去捉弄一下光头书 此时的光头书正躲在办公室里偷偷的喝酒 忽然听到外面有滴滴答答的水声 于是走出来查看 卷毛哥趁机溜进了他的办公室 偷走了光头书的一瓶珍贵的藏酒 然后躲进了教具室偷喝了起来 这时卷毛哥身后的地球仪忽然自己转了起来 卷毛哥有些慌了 走过去查看 结果话鬼突然出现 拖着卷毛哥就来到了材质刀下 一刀就砍架了卷毛哥的头颅 而另一边 强壮妹偷偷的从更衣室里拿来了那个啥和香烟 还怂恿小杨也抽了起来 小杨一开始是坚决的拒绝 在他们威胁小杨 不抽的话就将他关紧闭的事给说出去 小杨也只好同意 没想到一口下去小杨就嗨了 行为也变得放浪了起来 在这里涛哥再次提醒小伙伴 要远离黄赌毒 这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大家马上意识到是光头书 在慌万之下 小杨冷静地将一瓶消毒水打翻 借此掩盖了烟雾的味道 果然光头书没有发现什么证据 光头书质问大家 卷毛哥哪里去了 这时大家才发现 卷毛哥已经消失了有一段时间 随后愤怒的光头书将教学楼的大门反锁 防止有人再次逃脱 然后命令小杨和小帅去清理楼道 小杨是很沮丧 但小帅却显得很开心 因为他终于有机会 和自己心中的女神待在一起了 这时小杨隐约地感觉 身后有什么东西似乎在跟着他们 但一回头却什么也没发现 又往前走了几步 一个恐怖的声音传来 把俩人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原来是小杨的前男友篮球哥 两人之前闹了些矛盾分手了 不过篮球哥果然是有两架子 几句田园蜜蜜蜜 就让小杨乖乖地 跟他去实验室不可描述去了 只留下了小帅这只单身狗 在分钟凌乱 这边篮球哥是刚要干柴烈火 小杨提出口渴了 要去自动售货机买瓶饮料 让篮球哥稍等 篮球哥这边是满心期待地等着 这时教室里传来了一声动静 他以为是小杨 结果话鬼出现 一刀就砍掉了篮球哥的双腿 啊哈 让你胯下运球 让你扣篮 这下吕儿没了吧 接着小杨回到了实验室 不见了篮球哥的身影 以为是他爽约了 失望地回到了紧闭室 这时光头书生气地走了进来 责问他们为什么不打扫 还把实验室弄得乱七八糟 小帅顶了几句嘴 结果被光头书抓着领口给带走了 小杨和强壮妹 想着和光头书说两句好话 把手机给拿回来 可他们走到光头书的办公室 看到的只有一大滩血迹 光头书的办公桌也被翻得乱七八糟 像是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接着强壮妹走到了电脑前查看 发现上面有一份名单 写着他们几个的名字和犯的错误 当看到小杨那一栏时 强壮妹惊呼了起来 我们学渣作弊也就算了 没想到小杨你这个学霸居然也会作弊 小杨的脸上也是挂不住了 他确实是因为作弊进来的 这么多年 他一直想维持一个好学生的形象 为了能够保送哈佛 不惜潜入老师的办公室改分数 也因此被抓背了处分 随后小杨羞愧地拉着强壮妹赶紧离开 谁知一出门就碰上了话鬼 吓得两人赶紧就逃跑 话鬼在身后是顶椎不舍 这时小黑哥恰好路过 这个话鬼也是个没有原则的鬼 马上就又去追小黑哥去了 小黑哥在黄卵中拿起消防虎砸开了一堵阁墙 结果闯入了一间发着红色光线的密室 这里就是花婶的藏尸地点 与此同时 小杨和强壮妹跑进了化学实验室 这时他们的头顶传来了小黑哥的求救声 小杨打开了头上的通风管道爬上去查看 只见小黑哥好不容易砸开的通道要爬过来 结果被话鬼一把就给拖走了 小杨赶紧招呼强壮妹逃离这里 这时小帅感到不停的敲门 让放他进来 强壮妹刚一开门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小帅竟然穿着化鬼的靴子 两个女孩都惊呆了 接着小帅转过了身 衣服上都是血迹 他手拿消防虎冷漠的对两人说 告诉过你们老老实实的在紧闭室干活就不会有事 你们偏不听 你们这些坏学生就该死 强壮妹这才想了起来 刚才看那份紧闭学生名单时 上面根本就没有小帅的名字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在这里 接着强壮妹抄起了一瓶硫酸 就泼向了小帅 然后夺路而逃 拉向了消防警报 这样警察就会赶到这里 小帅也追了出去 一斧子就砍死了强壮妹 然后转身去追小杨 小杨爬进了通风管道 但一个不留神 掉进了一个坑洞里 失去了知觉 等到小杨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黑暗的地下室 这里布置得像教室一样 但座位上的学生都是一句句的尸体 有的已经腐烂 有的已经变成了白骨 卷毛哥小黑哥强壮妹 光头书的尸体也在这里 而墙台上坐着的是一句干尸 他就是花婶 这时小帅走了过来 告诉了小杨真相 原来小帅就是死去花婶的儿子 他因为母亲的死 精神受到了刺激 因此痛恨一切坏学生 他扮成了话鬼的样子 专门杀害干坏事的学生 并保护像小杨这样的好学生 他告诉小杨 今天杀的这些人 都是为了防止他们把小杨给带坏 本来自己不打算杀光头书的 但光头书坚决不给小杨改成绩 还要给他处分 这会让小杨被哈佛大学拒签的 自己的妈妈一辈子 都想让学校出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 自己必须为实现妈妈的理想而奋斗 听完这些 小杨感动的说 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 你可以邀请我跳支舞吗 小帅一听是受宠若惊 赶紧放下屠刀打开了音乐 和小杨翩翩起舞了起来 小帅一脸幸福的看着怀中的女神 谁知这时小杨露出了本性 他告诉小帅 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学生 自己这么多年的考试都是靠作弊 甚至不惜和老师那个啥 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清纯少女 我和不嫁三十个男人那个啥过 说完小杨拿起刀 狠狠地捅进了小帅的肚子 影片的最后 小杨成了勇斗变态杀人狂的英雄 被保送哈佛大学 并开始了全国巡回演讲 成为了美国好青年的代表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小成本制作的校园恐怖片 给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美式风格很足 只不过电影中的这个三观 实在是不敢苟同 涛哥还是希望大家 尽量地活得真实 活出自我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让我练乱 因此 cred 我们看得适王